艺人小珍23号下午在脸书发表了离婚宣言 单方面宣布跟李静良情断 而李静良也在今天证实两个人已经签字离婚了 12年的婚姻生活正式结束 而李静良听到小珍疑似跟壁纸小开丁春婷有了新恋情 他也大方给予祝福 这方面其实我们已经打到后续 然后我们也会一辈子的辞助 好聚好散李静良间接证实和小珍12年的婚姻 已经签字离婚画下句点 即使分开念在旧情李静良仍然好言相对 而小珍虽然远赴巴黎工作 但脸书也发天文宣布恢复诞生 小珍脸书发表声明说感谢外界关心 原本没打算对外说离婚的事 还说有过你很好 祝福李静良未来的人生可以找到更好的对象 下方更标注了自己要好好享受单身生活 也等同12年的情彻底断了 贴文下方也标注了一名男子 说以患女儿就靠他养了 又让外界以为小珍有了新恋情 但后来证实只是经纪人 而真正的新欢 疑似是身价上百亿的壁纸小开丁春婷 李静良听闻也大方给祝福 小珍李静良两人2007年结婚至今婚姻风波不断 这会签字离婚12年的夫妻身份没了 两人恢复单身互留情面 情断后也开始新的人生 记者陈三侯正伦刘伟成台北市报道